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开始 影片中最强角色的火焰巨人出现 因为曾经被神王封印在这儿 她十分虚弱 失去了本源之火永恒火焰的她 告诉了索尔 她预示到自己头上的王冠将与永恒火焰将要结合 实力恢复在即 她将会将阿斯加德踩在脚下 索尔也预感不好 索性直接干掉虚弱的火焰巨人 将她的王冠带回阿斯加德保管 避免诸神黄昏来临 中途还被魔物大蛇缠住 这应该就是神话中的世界大蛇耶梦加德吧 北欧神话中雷神索尔与她是宿敌 而电影中 这条大蛇被彩虹桥的传送通道杀死 同时 她也在这儿看到了仙宫早已变天 门神海姆达尔不知道去了哪里 换成了一位斗逼在看守着传送门 并且在其他星球她还搜刮了不少她认为的宝贝 比如这把叫做破破和坏和的枪 是她的最爱 感觉仙宫少了往日的严肃 呈现出一派荒诞的场景 神王怎么又兴致看上了话剧 阿斯加德之洛基的悲剧 不知道是谁安排的这出戏 无限歌颂洛基当年的英勇 还给他立尊雕像 神王奥丁从不会搞这种排场 他知道啊 一定是作妖的弟弟做的一件 揭穿了洛基询问神王的下落 原来神王被流放到地球的一家养老院 但此地却被拆除了 爸爸去哪了 当索尔责怪洛基时 异象出现 洛基被带走了 相信看到这儿的你 一定知道奇异博士出手了 地球上最强大的魔法师知道他们不是地球人 他害怕洛基会对地球造成威胁啊 所以就找到索尔 帮他找到亲爹的同时 让他带洛基离开地球 洛基很愤怒 学校的人类巫师竟然对神不敬 想不到他好像不是博士的对手啊 老神王奥丁因大仙将至 将自己流放到了挪威 至于原因嘛 当然是因为挪威是欧洲神话的起源地了 就算是神之将死 想要落叶归根吧 他没有怪罪洛基做的一切 亲切地叫着两个人 我的孩子们 诸神黄昏将要到来 死亡女神海拉即将冲火封印 一场家族中的姐弟战在所难免啊 我的儿 奥丁就这样走了 当年用血雨泪陪伴奥丁征战九届的海拉就出现了 因为曾经杀伐过重被奥丁封印 现在他出现啊 打算继续杀伐统一九届 海拉的力量来源于哪呢 阿斯加德 每天通过汲取阿斯加德的力量 他在不断的壮大 索尔感觉这位第一次谋命的姐姐不简单啊 果然雷神的锤子被他轻松捏碎 落机于雷神也先后被扔出了传送通道 不知道掉在了宇宙的哪一个角落 回到阿斯加德的海拉 所有不顺从他的人都被瞬间的秒杀 这位扫地僧为了活命 附庸海拉成为了他的筷子手 反派的海拉继承了所有反派的特点 心狠手辣 凭借沙法妄想继续征战统一宇宙 誓此捍卫神王的手下被他在广场上屠杀 海拉是在奥丁征战九届沙法阶段生下的孩子 又被战场上的血腥洗礼 所以他的神格当中啊 就永远无法停下那种征战的脚步 宝库中的无限手套被海拉扔到一边 因为是假的 冰霜巨人的宝物他也不放在眼里 只有无限宝石与永恒火焰 是海拉认为有价值的宝贝 随后他用永恒之火复活了 埋在宫殿地下的阿斯加德勇士尸体 这就是他用来继续杀戮的队伍 同时陪伴他征战的座器巨狼也被召唤 难道这就是神话中能摇动大地的魔物分离尔吗 另一遍 彩虹墙的钥匙被一位神秘人给偷走了 这让海拉无法走出阿斯加德 被海拉打飞的雷神调到了萨卡星球 这里是高天尊统治的星球 漫画中他与宇宙收藏家是兄弟二人 二人伴随宇宙火了很久很久 一个通过收藏宇宙奇物来消磨时间 而这位高天尊通过收集大户人打擂台寻找乐趣 雷神索尔就调到了这颗星球 他被拾荒者抓住 一千万就卖给了高天尊 还给索尔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火花哥哥和雷公同样还有很多种族 被抓到这里参与擂台赛 最让索尔意外的是 洛基竟然也在这里 但明显他混得比自己要好很多 与统治者高天尊走得非常非常近 并且看样子他很希望索尔能在这吃点苦头 擂台赛马上开始 索尔见到了抓他的拾荒者 没想到他竟然还是阿斯加德曾经的女武神 誓死守卫王权的他 怎么会在这里成了拾荒者 索尔十分不理解 但伴随擂台赛开始 他将要面对网界人气最高的冠军选手 首先索尔那集要的长发 就被一位席剑吹给剪掉了 没错 他是斯坦里老爷子 并且还是一位断手的席剑吹 这里也算是再次向星球大战直径 当索尔在这里沦为挑战者 被扔到擂台的时候 死亡女神海拉率领大军走出阿斯加德 却发现钥匙丢了 无法离开这里 而偷走钥匙的人 正是消失已久的海姆达尔 此时准备偷偷地在平民离开这里 避免他的杀戮 可是彩虹桥上海拉的手下 早已经守在这里 巨狼更虎视眈眈 准备吞掉这些仙宫子民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候 画面来到了索尔这里 来到擂台上的索尔 看到对手竟然是消失两年的浩克 高兴得就像个孩子一样 但看台上的机身体 又遭雷击打算逃跑 因为他对浩克有阴影啊 强作镇定观看了这场决斗的他 随后笑出来了 因为终于有另一个人 被浩克这样对待了 索尔一直想要唤醒班纳 还用了与黑寡妇太阳的招数 在索尔被不顿狂虐之中 雷神之力慢慢恢复 浩克也不能完全招架他的攻势 但是打擂台你懂的 冠军是谁 其实早已内定了 战后索尔被关在了浩克的房间 看着浩克竟爱上了洗澡 这个画面太辣眼睛 让他挥之不去 甚至阿斯加德危机重重的他 搞定了浩克与女武神帮助自己 他们打算通过星球上 恶魔的菊花返回阿斯加德 女武神曾协助奥丁封印海拉 但是整个女武神战队 仅剩他一人活命 跑到了这里 想要忘记过去的伤痛 但是索尔的出现 他打算协助索尔去复仇 一正一邪的洛基 这次没有碰到索尔 反而被索尔识破 伪装扔在了萨卡星球 他和浩克女武神 驾驶高天尊的娱乐飞船 穿过恶魔的举花 回到了阿斯加德 同时 萨卡星球上 那群被关押的奴隶 被离开的索尔放出去 他们开始了革命 推翻高天尊的奴役控制 还抢了一艘巨大的战舰 洛基适时站出来 就成了这群人的首领 也许这样的生活 真的适合洛基 返回阿斯加德 雷神与海拉 将这里变成了战场 他右眼被解解此家 浩克参与到了神族的大战中 那只巨狼成了他的对手 就在打得不亦乐乎时 洛基带着那群 萨卡星球的革命军 来到了这里协助索尔 他们将平民带上飞船之后 索尔让他复活了强大的火焰巨人 他的复活可以毁掉阿斯加德 也正因为阿斯加德被毁 才能让海拉失去力量 而海拉又不得不面对一个 破坏自己力量来源的对手 最后海拉战败 索尔带着幸存的居民 打算前往地球去生活吧 阿斯加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地方 老神王曾告诉他 那是民心所在 筷子手在索尔归来 对抗海拉的时候 也重新加入了他的队伍 虽然死了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价值所在 偏为彩蛋一 索尔他们前往地球途中 遇到了灭霸的飞船 所以很不幸 他没能将阿斯加德的居民 平安带走 偏为彩蛋二 萨卡星球的高天尊被革命了 但是他也没有死 这样一个看似毫无战斗力的 宇宙元老决策 难道真的是在影片中打酱油的吗 不行 漫威一定准备了更庞大的电影 宇宙构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电影黑豹 我们不见不散